余文乐去年12月份突然通过硬死晒出一张结婚照片 让很多粉丝感到非常惊讶 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的他 连媒体都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天结婚 而且王唐云当时就已经怀孕 余文乐今年6月就要当霸了 余文乐当时还晒结婚感言 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我一定会把幸福带给你 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 可是才新婚三个多月就传出余文乐冷落孕期 让王唐云很不开心的消息 据报道余文乐虽然已经结婚成为人夫 可是还是大少爷脾气缺少责任心 媒体拍到他和老婆王唐云一起外出吃饭 余文乐对老婆一点都不体贴 还要怀孕6个月的妻子服侍他吃饭 余文乐外出吃饭全程只顾玩手机 还要老婆王唐云加好面给他吃 惹得王唐云一脸不高兴 不过余文乐对此并不在意 似乎玩手机比老婆还重要 不过余文乐遇到记者 两人就面带微笑表现非常恩爱 港媒还拍到余文乐和王唐云逛街的照片 余文乐走路特别快 完全不顾有孕再生的王唐云 而且余文乐已经摘掉结婚戒指 才三个月就这样确实容易让人误会 两人感情不和 港媒还爆料余文乐不顾肚中胎儿 还让王唐云出他的二手烟 这样的老公真的很少见 有知情人头了 余文乐曾想晚婚 只是王唐云突然怀孕 加上余文乐妈妈想抱孙子 所以才和王唐云结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